新的篇章从真红眼黑龙复出开始 就在今天 打牌学院如临大敌 校长召集了全校精英 然后开始介绍篇章背景 讲述学院地下封印着三幻魔 说白了就是三张好卡 拥有可以媲美三幻神的力量 而恰好有个组织想要这三张牌 其拥有被称为七星的七位打牌人 而想要开启地下的封印之门 就需要这七把钥匙 等等突驴 你哪来的情报 校长表示不重要主要是为了你们有牌打 也就是说想打牌就得拿钥匙吧 时代率先出手 取走形状较为美观的 这下就能看出谁牌影最大 甚至连老库 人畜无害的大德寺 都必须人手一个 很快到了晚上 明月香响来找时代玩耍 果然出现情况 时代的宿舍被光芒笼罩 然后一个耀眼的特效 两人就出现在岩浆之上 而小翔与大雄则被控制 突然火海中走出一道身影 没错 就是七星之一 表示要玩黑暗游戏 输的人要被封印在卡牌之中 老哥我说你去找被卡撕玩吗 白板卡都不用你出 果断召唤上场当炮灰 轮到时代 召唤荒野霞 然后以一个极其浮夸的姿势 让荒野霞发动攻击 两星杂鱼被顺秒 而老哥表示杂鱼有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牌组中的同名卡 时代结束回合 老哥发动火死人的护身 将目的中的杂鱼拉回 然后果断陷阱 召唤可以媲美青眼白龙的存在 真红眼大黑龙 老哥凭第一声后 就要让真红眼发动攻击 荒野霞被消灭 而时代直接上眼滑步 生命值滑到3100 因为是黑暗游戏痛苦会放大 老哥简单结束回合 轮到时代抽卡 是融合 这次的素材是黏土与女郎 召唤铁臂炮手 其效果在守备状态时 可以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伤害是攻击力的一半 时代表示炮手的防御高过黑龙 想用狗活战术耗死老哥 于是老哥直接跳过时代回合 抽到了一张好卡 魔法卡黑炎弹 来而不枉费了也 对玩家造成真红眼瞳攻击的伤害 时代生命值瞬间降到700 而老哥回合还没有结束 召唤100弓的附属龙 可以变成装备卡 更改装备怪兽的弓手 这下老哥就不用被炮轰了 轮到时代回合 他又要进行神抽了